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的衝突 先來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有非常多的生動物 地圖上到處都有鹿群可以吃 還有少量的黃金跟石頭可以做材質 木頭部分也是少量的 所以這個地圖算是比較適合要去打一個空圖 一直在一個地方很容易打到後面就會沒有黃金 好 先來介紹文明 文明的部分是Livins Livins這邊是我們以前的俗稱天才少年 他選擇的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 有血量的加成 遊俠血量可以到192DC 非常多 那他的城堡呢 的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城堡時代是15% 地龍時代是25% 最近的改版有改了這個能力 那法蘭克人這個效果 讓他城堡時代的寶退 不會變得那麼無腦 那法蘭克人後期主要是打遊俠配槍兵 還有這個火槍啊火砲 做一個搭配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這邊呢是一開始的村民喔 是會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會看到色線Viper 已經領先Livins 這邊已經多了一村 那這個開局模式呢也比較不一樣喔 所以中國這個文明來說 算是比較特殊的 新手去玩的話可能很容易學到奇怪的配置喔 然後導致玩其他文明 我們開起來 中國人呢還有其他的能力喔 就是他的這個文明呢 是所有的工坊喔 都是滿的 就跟法蘭克 就跟西班牙一樣喔 全部都是全滿喔 三攻三坊全部都有 所以不管是要打騎兵步兵喔 或是攻兵都是非常適合 但是中國人呢 他的比較最最強大的單位 是這個中國聯儒 中國聯儒是可以設非常多箭矢的單位 而且他的射速也算是滿快的 但是他有個缺點喔 就是手短喔 那除此之外喔 他這個能力大部分 好像沒什麼太大弱點 就是怕鐘頭跟火炮 這兩個東西而已 所以中國人來說 也是算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那在四季帝國裡面喔 基本上是全能性的文明喔 都微弱到哪裡去喔 好 那先來看一下兩邊 會怎麼打封建時代吧 好 再稍微補充一下喔 那中國人的後期喔 通常都是打個 中國聯儒火炮中頭 還有騎兵喔 重裝騎士也可以考慮喔 那大部分還是用弱馬 去騷擾也是居多的齁 那大家每次遇到中國 就會想說 欸為什麼中國沒有火槍或火炮 只是單純 是遊戲平衡吧 也有可能 當然也有人會扯到歷史喔 呵呵 就是說 當時的中國只是發明火藥 但並不知道 真正 要怎麼使用火藥之類的喔 但這個 其實歷史我不太熟 那優肯喔 也是這個原因吧 所以 中國這個文明喔 卻沒有火槍火炮 那我覺得更多是因為 為了遊戲平衡吧 好那這邊看到中國 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打的一個是22P 那法蘭克人呢 這邊則是選擇了17P喔 一個封建時代 非常早期的快攻路線喔 要用這個弱馬 高速進攻 那中國人這邊則是想要直撐喔 但這邊直撐可能會直撐失敗喔 我覺得這也不像直撐阿 他只是配置有點怪怪的 好 不知道什麼viper 最近配置有點奇妙的感覺喔 是我的錯覺嗎 他這個22P上去 晚上封建時代 也沒辦法直上直撐 然後一到封建時代 還是要打這個弱馬 而也不是 極速弱馬開局喔 好那法蘭克人是打一個 極限弱馬開局 所以這邊已經有 兩隻的弱馬 到了中國這邊 中國這邊是 按了幾隻槍兵做防守 但這邊槍兵按的數量有點多 然後兩隻槍兵配一隻弱馬 好這邊三隻弱馬集結一下 然後這邊中國 繼續補下更多的弱馬 想要跟對方抗衡一下 但這裡並沒有補下射箭場 而是開始在撒農田 那我覺得 這是viper最近在嘗試的一件事情喔 試試看可不可以 晚上封建時代喔 然後去做一個 經濟上的優勢喔 因為你越晚上封建時代喔 就代表你的村民喔 會在升級的時候的時候 會比對方的村民還要多嘛 那這個能力就可以讓他喔 經濟會更好一點 因為你們想嘛 只要17p上的話 你17p升封建時代這段時間 你踩資源的人只有17p而已 那你22p上的話喔 那你升封建時代這個時間喔 就是22p的村民優勢喔 領先五村的經濟時間喔 去獲得這個經濟差距喔 當然 升到最後面喔 封建時代之後 村民 村民差距是一樣的 但這個升級時間內獲得的經濟差距 就是不同的喔 所以我覺得viper最近應該是在嘗試這件事情喔 所以他的配置會看起來 會顯得有點特別喔 或是甚至有點奇怪的感覺 那我覺得還是要講得比較仔細一點喔 因為我發現最近講得有點 太減速喔 有些觀眾還是有點看不太懂 還是講得詳細一點喔 可能會比較好 那可能會有些觀眾會覺得有點肉肉等喔 那請多多包涵一下 為了 造福大家喔 還是要講得比較 詳細一點喔 好 那這邊 右邊喔 viper的肉馬已經看到了家裡 法蘭克已經農了一片田 那法蘭克這邊有免費的農田經濟喔 農田科技喔 所以他並不太需要花太多的科技喔 支援在這個經濟上 這算是法蘭克很強大的一點能力喔 好 這邊肉馬數量很多 而且現在法蘭克現在有血量上的優勢 現在是54滴血 但是如果這邊 中國點下品種的話喔 血量就可以反超法蘭克這邊喔 這也是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時喔 遇到的一個問題喔 如果對方的肉馬有點品種的話 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法蘭克人是沒有品種的喔 血量上來說 如果點品種的話還就會打輸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補下了一弓 可能是想要正面突圍喔 那補下一弓之後打這個 村民喔 傷害是非常高的 這個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這邊直接包到一村 沒問題 這個已經拿下了 不是吧 差點收進去 OK 手殺是由法蘭克人這邊順利拿下 那目前農田數已經差不多喔 可以點這個城堡時代喔 但是中國 MIPER這邊則是點下了品種 法蘭克人這邊則是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明明出了這麼多的肉馬 卻升級還是這麼快 或者是法蘭克人的優勢喔 吃果子也快 所以造就了他前面經濟很好 好 正面用大量肉馬直接上前硬打 中國點下了品種之後 血量來到65滴血 而且有一弓 跟法蘭克人一樣 但法蘭克人的血量是比較少的 血量差了11滴血 好 這裡有一隻美洲豹在這邊幫忙輸出 是囉 好 槍兵先做個互打 好 這邊拉了一些聰明過來應戰 兩邊肉馬大戰 但是 現在 中國這邊的槍兵已經全部倒光 法蘭克人這邊槍兵比較多 所以這邊選擇了撤退 但法蘭克人的赤猴呢 數量也不夠多了 只剩下四隻而已 中國這邊還有五隻的赤猴 那目前 深城堡時代大約慢了一分半而已 還可以接受 並沒有太久 好 這裡趕快去補下自己的第二個馬舊 要來出騎士 這裡有用資源買賣一下 市集 那最近喔 這個 我們的影片喔 從今天開手 應該就回過一天兩步 因為最近有觀眾在問 所以還是在影片上稍微講 收一下會比較好 這邊最近活龍修養已經好了 所以可以稍微能播多一點比賽 好 那這邊看到有一些騎士喔 流掉了左上角 但這邊有少量槍兵防守 但守不太住 但這邊MIPER的資源點基本上都已經圍好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出的是駱駝 這也是中國很厲害的地方 遇到馬國的話 自己還可以出這個重裝駱駝去反制喔 而且有三弓三法 駱駝也不會太弱 正常的駱駝可以使用 好 那中國這邊彈性非常好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遇到對方出騎士的情況下 中國還是要補一些生女 老頭去做一下生物 還有招搶對方的騎士 欸 這邊要被打破 團蛋 好 駱駝過來救一下 但可能救不到後面這幾隻村民了 這隻村民來得及救一下嗎 可是有一弓 很痛 因為只要點一下一弓之後 騎士砍村民只要四刀阿 好 正面正面直接抓掉生女 這個老頭直接倒地 好 中國這邊補下了 清奇兵的升級 洛瑪升級上去之後 可以打對方的老頭 也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這邊基本上 就不用再繼續產其他單位了 就直接產洛瑪加生女 還有這個洛瑪 然後這邊就轉出更多 城陣中心開農上去 然後轉出中國聯弩 這個聯弩兵非常強大 我覺得後期還是要轉一下 打這個法蘭克遊俠 傷害也是挺好的 好 三棟城陣中心 已經補下了 後方再補一個 好 這邊再稍微 快進一下 好 但目前 村民術是由中國這邊落後 法蘭克人這邊十一村 法蘭克人這邊村民術是非常優勢 現在也有軍事上的頂先 騎士數量非常多 而且他這邊有把這個細節做好 一直有把這個殘血的騎士 拉回家裡做補血 可以讓這些騎士繼續應戰 好 目前駱駝現在數量非常龐大 也有十一隻的數量 好 後面有槍兵做一個對打 要小心一點 變槍兵硬錯的話 駱駝可能會損失慘重 後面兩隻老頭過來 但第一次也沒有招搶 反而是被後面的洛瑪給追了上來 洛瑪一追上來之後 直接對老頭 一陣爆打 一隻騎士都沒有招搶到 反而是法蘭克這邊直接招到了兩隻 駱駝 哇 這邊看起來好像 中國這邊有點虧喔 村民差距目前還是十一村左右 反而據說來說 法蘭克這邊好像 損失也蠻多的騎兵單位的樣子 騎兵單位只剩下六隻而已 十一隻駱駝還是有點猛 那看起來 法蘭克這邊要思考是 要不要去轉出重裝長槍兵喔 一講完就點了 因為遇到駱駝的情況喔 像法蘭克這種騎兵果 直接轉重裝長槍兵喔 配老頭是最好的 那老頭就去打 然後騎士要不要出喔 就是有點看情況 騎士要出的話 通常不會在家裡防守 而是直接去對方家裡騷擾 就是你家裡用重裝長槍兵防守 騎士瘋狂往外派就好 然後再搭配家裡一些老頭 做搭配血防 就沒什麼問題 這邊騎士果然出發 那中國這邊開下第三棟城鎮中心 村民差距目前是約為13村左右 這裡也趕快來挖一下石頭 這裡蓋城鎮中心的村民 應該可以蓋好 來不及收村 被砍掉了兩隻村民 第三隻可能也有要被收掉了嗎 哎呀 這個拉到了 看到家裡有一團騎士喔 但防守出現漏洞 趕快派一下的僧侶去 遭享一下騎士 家裡現在就有這個空檔 去補下更多的重裝長槍兵 在家裡防守 甚至待會也可以再補新的一棟城鎮中心 在下方這裡 去做一個開墾新的經濟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目前最近的META來說 都是3TC開弄 然後直接上地龍時代 然後在升地龍時代的中間 再補下一棟城鎮中心 這是比較常見的農法 所以這裡要不要補第四棟城鎮中心 其實有點 看情況 這邊情況最好是趕快再繼續農 然後用居士繼續給對方壓力 因為給對方壓力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再繼續開第四個層城鎮中心 繼續農 因為你這樣子農的話 很容易農出問題來 除非你像MIPER一樣 毫無畏懼 4TC開農 那就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裡稍微收村 家裡出現了一些漏洞 好 正面騎士夾駱駝正面硬打 後面僧侶 直接開始燒翔 但是駱駝遇到對方的重裝長槍兵 還是損失慘重 槍兵的效果實在太好 直接戳爆了中國這邊正面的軍隊 駱駝已經損失殆盡 中國這裡在農田中間補下了一棟城堡 好 這棟城堡蓋起來就可以稍微擋住 當然這邊的正面部隊全部損失殆盡 中國這邊非常危險 二攻還沒有好 就跟對方法蘭特開戰了 好 這裡城堡 還有一段時間才能蓋好 60%能蓋好嗎 哇 被控城堡了 這個難打了 哇 控城堡 又要再被守一次 直接撞城堡中心 好 這邊TC要先射一下重裝長槍兵 重裝長槍兵射完之後 再去射駱駝 好 瞬息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好 所以我這邊沒有在控城堡中心 讓它自由開火 這邊mip還是偷偷蓋城堡 但是還是被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村民差距並沒有落後太多 82村對76村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好 有更多的騎士衝過來 這時候法蘭克人補下了第四棟城鎮中心 結果還是要開農啊 好 好 由於兩邊都在附打的情況 這邊在開第四棟城鎮中心 而且現在自己有優勢 轉手 轉攻為守 原來這一波打進去 確實把中國這邊 正面部隊給打掉了 所以現在開城鎮中心 算是蠻安全的 這個判斷還蠻厲害的 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 還什麼時候不能開城鎮中心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現在有城堡的 這個捷面 他可以補一棟城堡在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還不錯 或是左邊這裡也可以 或是直接身差正面 也行 好 左邊有少量重裝長長兵 哇 這一波打鬥 看起來 viper 受傷程度 有點大 這邊要開始轉攻兵路線 要化的資源更多 而且不一定會馬上就有效果 所以這邊還是要出一些駱駝 去反制一下 不能單純出中國聯弩而已 好 右邊有大量的防攻 被抓到了 騎士過來的路徑 但還好這邊有兩隻老頭 直接招牆掉了兩隻騎士 左邊 槍兵過來 稍微撈打一下 後面中國聯弩 反制一下 回去重裝長槍兵 目前重裝長槍兵沒有任何的防禦 看起來還行 中武聯弩攻擊力有點低 有點抓癢 這邊取消掉了這一棟城堡了 應該不是被打掉了 應該是取消了 沒錯 重新再蓋一下 中武聯弩再繼續發射箭矢 這時候法蘭克人已經差不多要頂下帝王時代了 補下了一級的挖機 再補一個大學 就可以來點城堡 點這個帝王時代 中國這邊待會遇到重裝騎士 可能還是要升級一下槍兵 只靠駱駝的話 他自己的經濟負擔會太重了 那VIPER這邊是打一個3TC上帝王時代的正常打法 也沒有太特殊的路線 待會VIPER這邊可以再考慮開一棟城鎮中心 開在這個位置 或是在更右邊一點的位置 我覺得不用開太遠吧 開這個位置可能就差不多 或是這裡 自己經濟還是要補一下 但是如果這邊開城鎮中心的話 很有可能會擋不太住 那幾色那些槍兵啊 這些科技都會先補下 這個軍營 不然扛不住是個問題 但目前法恩客人有四棟城鎮中心的關心 所以這個經濟已經非常領先 中國這邊 大約領先約25村左右 經濟領先非常優勢 這邊補下了一棟新的城鎮 按了更多的槍兵出來 中國這邊果然轉出了槍兵 鱷駝不能再繼續出了 那黃金呢 全部留給中國聯弩 甚至待會如果法恩客轉戰毛病的話 也可以考慮出中頭 傳血塵也是一點好事喔 這邊有非常大量的騎士過來 想要抓到這邊中國聯弩 有機會嗎 直接收穿 這邊重裝長槍兵過來爆甲一下 這邊讓中國聯弩全部收到城堡裡面 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力 直接到了城堡後方進行輸出 這邊戳掉了非常多的騎士 法蘭克人這一步有點下水餃 但沒有關係 現在法蘭克人還是經濟非常優勢 這邊可以直接點上遊覽也沒什麼問題喔 這裡先補個三房 待會再存點資源 城堡可以再繼續往外開 開始控除 這裡也可以考慮再補一動 或是這裡也可以 或是往右邊開這個位置 也都是很適合的 中國聯弩直接站上了高地 做進行反擊 法蘭克人這邊也沒有想要去 做一個轉兵的動作 想要轉這個戰毛兵也沒有 畢竟法蘭克人的戰毛兵是偏爛的 沒有三防也沒有三攻 這個打起來是有點無力的 尤其是對上中國聯弩 更是毫無招架之力 所以法蘭克人這邊要打中國聯弩 最好是用投資側或是奴炮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戰毛兵的話可能會有點差強人意 中國代曆補下了一級的工兵鎧匠 後面重裝騎士再次掃到後方牧區 牧區這邊收村又傷到了一次經濟 看這裡要不要補一棟城堡 在這個位置 保護這邊大量墓區我覺得蠻重要的 畢竟現在中國這邊穩定的墓區 這邊是非常極為重要的一個地帶 這邊槍兵高打第一 直接戳爆重裝騎士 目前點一下遊俠的升級還有三攻 準備要來一波大決戰了 中國這邊則是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匠 巨型頭司機已經開始在拆除前方的城堡 這邊騎士看不到避戰喔 直接往裡面衝 那現在椅子這裡有兩棟城堡 往正面衝的話可能有點無謀 有點要來直接正面爆這個指針中心喔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後面有非常多的軍營喔 補槍兵的速度很快 現在反韓克人這邊有點想要吸引過來喔 但是並沒有吸引過去 因為他如果把這一坨兵吸引過去的話 就可以打掉這兩台巨型頭司機了 如果吸引不過去的話 就只能正面硬打 OK 這邊升級好三攻之後 遊俠也升級好 直接正面上前應戰 後面基因怎麼往後走了呢 好 巨型頭司機在前方 第一時間沒有被打 但還是拉了一些遊俠過來做了一下 拆除工程器的動作 後面遊俠 繼續補了過來 正面的槍兵繼續往前補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遊俠 但遊俠實在是太坦了 192遊俠就是這麼的厲害 坦度十足 原忠我這邊還沒有化學的關係喔 傷害還沒有打到最頂峰 那精銳的部分喔 可點可不點喔 點下去的話 我記得血量會再更多一點點 然後射的箭矢數量也會再更多一些 所以遇到像法蘭克這個遊俠的情況 我覺得點一下精銳是比較好的 因為點精銳最怕的事情就是易傷喔 然後造成自己的攻速變慢喔 中國這邊喔 遇到這種坦克型的單位喔 像什麼保加利亞奇兵阿 或者是西西里的薩金特衛隊阿 還有這個遊俠 192遊俠的話 或是大象喔 點精銳的話我覺得CP值都是蠻高的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待會我覺得還是存一些 這個資源喔 去點精銳會比較好 好 結果法蘭克人這邊轉出了一些戰毛兵 那這邊戰毛的優勢喔 就是不管打這些槍兵阿 或是中國聯儲 都是有個克制的作用的 也可以省一些黃金 不然把這個黃金 出給奴炮阿 投資車喔 其實蠻浪費錢的 好 但是 真的是被射到就是爆血 這個在毛兵 好痛 OK 這裡中間補下了拇指環 增加了一下攻擊速度 有拇指環的中國聯儲 很噁心的喔 但現在中國這邊有個問題喔 他就是有點被動喔 沒有辦法進行去騷擾 好 現在資源全部投資在了這個槍兵上喔 沒有辦法轉出一些肉馬 或是騎士喔 到後面騷擾 現在一位挨打的話 平常可能會被打出金具差距來喔 雖然現在兩邊都是200人口的狀況 但法蘭克人這邊已經轉出了火炮 一轉出火炮之後 這些的槍兵還有中國聯儲喔 進行反制就會很簡單了 就不用再用這個戰毛兵 好 戰毛兵的話就是有點小打小鬧了 哇 火炮出來之後 之後中國就不好打 優俠還在中間這個位置 要正面硬上了嗎 沒有 好 補了一個化學 好 巨頭司機 打歪了 三台巨頭 又歪 趕快 拉一隻村民過來補 秀一下 唉唷 差一點 OK 有村民過來修 應該是修得回來 兩邊都在等一個升級 還有等火炮 好 這時候法蘭克人轉出了火槍 這裡火槍是想要射爆這些槍兵喔 這個讓我滿意外的 遊俠居然沒有直接去後排直接塗個衣服喔 反正是在正面防守 就算不是全部拉走 拉個兩到三隻喔 直接去右邊這樣繞一下也不錯 好 這裡補下了三攻 好 中國這邊 經濟雖然沒有到很好 只有107村 但軍事來說單位是蠻多的喔 60隻的槍兵 我是覺得這邊要不要上潛喔 試著戳戳看喔 看能不能戳掉一些遊俠 然後後面再補更多的槍兵出來 去做交換喔 不然192遊俠一波威力實在是很強大 要擋住一波的話 其實很困難喔 好 火槍出來之後 中國聯盟只能先往後撤 補下了更多城堡 防住右邊的位置 上方城堡喔 被拆除 遊俠要往中間衝了嗎 好 這裡補下了中國聯盟 精銳的升級 果然還是補了一個精銳 上方的城堡 這個血量 應該是棄手了 連修都不想修 活泡 好險 精銳中國聯盟 血量來到我11血 箭矢數量也變多 補下了三級的工兵練獎 看來Viper這邊想要一波 跟對方拚拚看 科技全滿 對上科技全滿的法蘭克 兩邊都是最佳狀態了 雖然硬要講的話 中國這邊轉出重裝駱駝 才是更加完美的狀況 但是太貴了 轉不出來 好這邊 槍兵第一時間去攻擊 後方的巨型投射機 正面遊俠一致排開 把正面的槍兵全部解決掉了 好 中國聯盟在後方繼續做個拉扯 看起來 遊俠還是可以一波打倒正面的槍兵 這邊槍兵數量不夠 中國這邊只能節節敗 往後收進去城堡裡面稍微防守 擋到後面 好 中國這邊看起來沒有辦法擋住 192遊俠進攻 中國聯盟雖然傷害非常強大 但192遊俠實在是太坦了 還是要炮大量的槍兵 才有可能擋下來正面的遊俠衝鋒 這時候Vipe打出了GG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192遊俠實在太強了 然後火炮後面又再輸出 這個大家會怎麼打 沒有辦法繼續守住 這邊大約黃金這裡 沒有辦法繼續挖的話 也會被斷金 而且現在村民處也非常落後 而且 法蘭克人家裡的經濟也沒有被騷擾到 所以Vipe這邊才打出了GG 哇這個也是 中國這邊一個一大問題 這個沒有轉出重裝落索的話 可能就無解 打這個192遊俠 雖然槍兵來說 正面來打 打9的話 還是可以打得贏 當然如果真的想要一波正面打贏的話 重裝駱駝可能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法蘭克人這邊拿到大部分的勝利 中國這邊只有贏下石頭2000勝利 但其他支援有點輸得太多了 法蘭克這邊黃金挖了快2100 黃金非常巨大 史物則是贏了1萬2 經濟差距實在是相差太遠了 所以沒有辦法 這邊一大塊只能打出GG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